学语文问了一个非常好玩的 他说 从各以其果出广常舌相 各以其果出广常舌相 骗父三千大千 说世界成十业 努等众生 当信誓称赞不可时宜功德 一切诸佛所付年金舍利佛 那当然是东方 那现在是南方世界有日月 日月登佛 明文光佛 大雁兼佛 虚迷登佛 无量精进佛 如是等恒和撒术诸佛 各以其果出广常舌相 骗父三千大千世界 说成十业 努等众生当信誓称赞 不可时宜功德 一切诸佛所付念金舍利佛 好 我们了解到这个所谓的奇果 奇果就是 南方诸佛各个本身所住在的国土 广常舌相 佛身三十二相之一 三千大千世界 是诸佛设画的教区 那我们从东方也讲过 说成十业 就是诚恳 至诚恳切而真实的话 如等众生 是南方诸佛各个 所色化的众生 不可时宜功德 一切诸佛所付念金 这是阿弥陀佛的别名 因为呢 阿弥陀金对于众生 有不可时宜的功德 所以得到呢 十方诸佛同等的互念 也就是说南方 有如恒河撒树的诸佛 就像东方一样 各个在他的本国 放出佛果上的广常舌相 那篇幅了这个三千大千世界 告诉了他们本身 所色化的众生 说了 你们就是众生 应当坚决的 要信愿行阿弥陀佛 这是我们的心灵导师 那么本是释迦摩尼佛 所说的 这具有不可思议 而为一切诸佛所付念金了 所以我们再次的了解到 何谓广常舌相呢 代表的是一种 就是所付守护的互念 所以我们下面对这个释方 我们了解到广常舌相 是否具宽广又长大的舌头 所以舌头呢 也就是广常 而质疑呢 就是骗赴三千大千世界 这不能不使我们怀疑 是不是说大话呢 然而佛是正义者 实义者 必有他的道理 因为普通人的舌头呢 至多不过三寸 古人说呢 吊三寸不烂之舌 所谓吊就是说 反复无常的人 对他人 对事理 悔意 都是寻取置心 因而说出来的话 未必可信 可是佛是尊在无量节以来 清净 清净的口验 不说奇语 不出恶语 不说挑拨是非的话 所说的都是真实语 都是真实语 那我们也了解到呢 正义者 实义者就是真实的 正直的 柔和的 谦德的 和谐的 所以人能三世 不说妄语 舌头伸出来 可以呢 顶到我们的鼻尖 那诸佛从无量节以来呢 修行清净的口验 因而佛果上 得到能骗赴 三千大圈世界的 广长舌相 就用这个舌头 说出来的 当然是诚实 可信的 而且诸佛各个 皆得色身 三位六根俱在 舌头 这相的大小 随意收放 因而小的姻缘 则起舌相 仅能骗赴这个面孔 而达到头发的 边缘而已 一有大事因缘 则起广长舌相 骗赴三千大千世界 所以这本阿弥陀经 有不可适的功德 因而出广长舌相 为之正名宣扬 因为诸佛的心 佛众生 同 智慧相同 广大的悲愿 亦父相同 不至尊大 更没有偏师 可算是彻底的 智同道合 假如我们对这样大的舌头 有点信不及的话 不妨以道理来会晤 比如 我们 现在呢 台湾当然就是蔡英文 那全世界当中呢 我们也看到啊 比如说现在是习近平 他们的一身令下呢 就像以无线电传达 那么在几分之中 之内就可以传达到全国 更何况万事万物 因为唯心所现 因而呢 风动 唯敏 无不是佛法的音声 也就是 无不是佛的舌相 这个我们可以相信了 所以佛呢 不可失忆 就是什么叫做 所谓互念呢 就是念佛的人呢 必定受到佛 阿弥陀佛 以及所有的 文书 普贤 观音大师之菩萨的保护了 使他安稳 快乐 没有障碍 不生退 所以我们讲要念佛 回到西方极乐佛国 就是阿弥陀佛指了 所以我们在经典上说 念佛的人 阿弥陀佛 常住其顶 常放光明哦 色受念佛的人 因而凡羞耻 持戒 实念佛 也就是阿弥陀佛 无量受尽四十八大愿 第十八大愿 念佛方法 方法 皆有不可失忆的感应呢 所以我们呢 从这个 古大德的往生传就可以了解 那我们也看到呢 为什么这个 无量寿经当中 我们要了解四十八大愿 它都是表达我们第十八愿 实念必生 所以其 透过呢 阿弥陀经 让我们了解到呢 有六方 从我们所谓的这个念佛 我们也看到 从东方 在南方 西方 对不对 这是一个 就是你会看到 所有的佛经呢 最特别的 华言经是讲 所谓的十方 那阿弥陀经是 从东方到南方 到西方 到北方 到下方 到上方 这样子 一共六方 都是不可失忆的赞叹 所以您近日了解到呢 不管东方也好 或者是南方也好 西方也好 上 就北方也好 下方也好 上方也好 都代表是 不可失忆的了 希望今日的阿弥陀经 能够带来 内心里面真正的呢 回到西方极乐佛国 实念佛